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支当然指代的就是崇尔 那就是使入的意思 那是使入 这个入和那本来是同源分化的一个词 这个那就是使入 那么那支就是使之入 就是使让崇尔进入禁国 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秦穆公派军队保护着崇尔 让他回到了禁国来继位 继军位 不输不告入也 这个什么叫不输呢 这个在左段里面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就是指的是春秋经 春秋经那个经文里面没有来记这件事情 是吧 就这个秦伯纳子这件事情 没有在春秋经文里面得以体现 原因是什么呢 不告入也 就是没有像这个周天子或者是鲁国的这个使臣来来这个告诉啊 这个 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大概把崇尔送回这个禁国呀 也是一个秘密的事情 集合子范已必受公子 到了这个黄河啊 因为这个从秦到晋 要中间是隔着黄河啊 要约黄河 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些左段的选文啊 比如这个什么 孟明氏啊 把孟明氏放了之后 是吧 那个后来晋国又派人去追啊 说这个 早在河中矣啊 他已经在河 他就是从晋国到秦国去 或者从秦国到晋国 中间都要跨越黄河 到了这个黄河 黄河边上啊 子范已必受公子 这个子范 也就是那个 后面称这个旧范 是吧 旧氏啊 是跟随着崇尔的 一位这个仲臣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他呢 就是以币受公子 就是给给予啊 给这个崇尔啊 一块 一块 或者应该是一对 一对币 曰 臣富鸡蟹 从君寻于天下 臣之罪以甚多以 臣游之之 而况君虎 说呀 说我啊 富鸡蟹 这个鸡呢 指的是马龙头 蟹呢 指的是马江省 富呢 就是背负着 我背负着这个马龙头和马江省 意思就是指的是 我给你这个牵马呀 做仆丛呀 其实就是一种 做仆丛的一种 一种那个 代言 是吧 意思就是说 我给您来做仆丛啊 从君寻于天下啊 跟你来这个周游天下 臣之罪 甚多以 我知道我自己的罪啊 应该是非常多的啊 臣游之之 我上前之之 而况君虎 更何况是是您呢 也就是说呀 我一路跟随你 这个流亡这么多国家啊 这个在外 这个这个 十九年啊 那么这期间 一定有很多得罪你的 这个地方 是吧 一定有很多做错的地方啊 我自己上前之道 更何况是是在您那里呢 请有此王啊 请允许我呀 现在 从现在开始 我就那个离开你啊 这个王本来是 是逃亡 是吧 这样的意思 这里指的就是 就是离开 不服 不服事重儿了 公子曰啊 这个重儿听到这个话啊 就是也就明白了 这个旧范啊 他的这个这个旧事啊 子范他所说的意思 就是说呀 之前呀 难免有有得罪 这个得罪他的地方啊 担心他集了军位之后呢 会这个回头来报复 是吧 会对这个子范不利啊 所以子范才说 刚才这样的话啊 这看起来是很谦虚 实际上是有隐忧 有担忧 所以这个重儿就对他进行 这个安抚 是吧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所不与旧事同心者 有如白水 这句话很有名了 是吧 所呢就是如果 假如的意思 假如或者如果 假如我不跟旧事 也就是不跟那个子范您 不跟旧事同心的 如果我跟你想法不一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有如白水 就好比这个 这个这个滔滔的白水 这个河水一样 这里面大概是有很多的省略 因为是一种那个 就是誓言性的话 是吧 就是说假如我有可能表示的意思是 假如我不跟那个旧事您啊 一条心啊 就是不尊重您啊 这个不接受你的这个意见的话 就像这个滔滔的这个河水一样 流去啊等等 这样的意思是吧 并且投其弊 于河啊 把那个他所送的这个弊啊 子范所送的这个弊啊 这个投到河里面去啊 就是因为你发誓啊 发誓也正好是用这个弊啊 做一个见证是吧 把这个弊投到投到河里面去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 投其弊于河这样的语序 我们现在如果说的话 投其弊于河一般我们要怎么说呀 就现在汉语如果翻译这一句会怎么说呀 当然是我们可以说 对 把弊投到河里面去 是吧 或者是有时候说这个向河里面去投那块弊 当然更自然的语序是把弊投到河里面去 是吧 这么来说 后面我们还会碰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语序 你比如这个这样的话 到了汉代可能就要说投臂河中 是吧 投臂河中 就不是用渝河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借字短语来做补语了 就是用一个这个方位短语来表示它的处所 是吧 投臂河中 这前后都是有一些变化的 下面第十一段这个很很短啊 说这个几河为令狐入丧权取就推啊 这都是几个后面都是几个地名是吧 就渡过黄河之后呀 就就连续的来来这个包围了这个地方 然后进入了这个地方啊 并且这个获取了占取了啊 这样一个地方啊 这都是这个进宫的从而在这个秦木工的互动之下啊 这个越过黄河啊 就是这个渡过黄河到回晋国的这个路上啊 做的一些事情 二月甲午进师军于卢柳啊 这里的进师呢 当然指的就是当时进国国军的这个军队啊 也就指的是进淮宫啊 进淮宫 因为这个秦木工啊 用这个大军护送从而 要到回进国进国去 回进国的国都 那么这个进淮宫呢 当然是这个不允许的 是吧 他就率军队前来进行阻挡啊 指的就是这样 那进淮宫的军队啊 军于卢柳 这个军就是驻扎的意思 是吧 以前我们都都学过的 驻军驻扎 是一个这个动词 秦伯是公子直如进师 那么秦木工呢 就派公子直这个人啊 到那个这个进国的军队里面去啊 就是进淮宫的这个军队里面去啊 大概进行了一些这个商议是吧 失退啊 军于巡 然后这个 呃 军队就就那个退却啊 驻扎到这个巡这个地方 在下面 新仇啊 胡言 胡言 及秦晋之大府 蒙于巡啊 然后呢 他们就在这个巡这个地方 就是 崇尔的这个代表 胡言啊 就跟这个秦国和晋国的 那个这方面的一些代表啊 他们的大府来 在巡这个地方啊 这个进行蒙事啊 任寅公子入于晋师啊 到了任寅这一天啊 这个崇尔就这个进入到 进淮宫的这个军队里面去啊 秉武入于驱卧啊 丁卫朝于武宫啊 就是最终啊 大概经过这样的这个军事上的 以及外交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 最终呢 这个崇尔啊 确定了崇尔的这个国军的地位啊 到了丁卫这一天啊 朝于武宫 就是在到武宫这个地方去进行朝拜 武宫是这个崇尔的祖父 进武宫的这个神庙 前面的几位君主 几位之后啊 都到这个这个祖庙去进行这个朝拜啊 所以说那个崇尔能去这里呢 也就意味着是他可以正式的来做国军了 物身是杀怀公与高粮啊 就毕竟是这个国不容二军啊 这个崇尔还是把这个怀公啊 给给给杀掉了啊 不输亦不告也啊 这个这个呢 这个在春秋经里面也没有写啊 这也是因为他没有去向这个 呃 鲁国啊 来警告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春秋经里面 没有这样的话啊 在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左传对这个春秋啊 他一般我们把它 把左传啊 就是这个传统上把左传当作是 传啊 也就是来疏解啊 来这个读解春秋的 但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简单的 这样的一种读解 是吧 经常有一些这个经文里面没有 但是左传里面有的这样的事件啊 这样的就是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啊 第十三段啊 这都是这个 崇尔回国啊 已经做了这个晋猴啊 做了做了晋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 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是吧 晋文公 就是古代的这个史书呀 或者是这个一些文章啊 来叙述事情的时候 谈到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他的身份不同 而改变对他的称呼 是吧 因为以前这个崇尔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公子 他在外流亡 他不是正式的国君 你看这里分得很清楚 是吧 刚才一直在这个杀怀公之前 都是用的公子 都是公子 用公子这样的称呼 杀了怀公之后 他就成为新的国君 是吧 他真正的成为新的国君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他就要称晋猴 是吧 这个就是称谓的变化 反映了人的身份的变化 实际上也是故事情节 进入到了下面一个层面 下一个步骤 说这个吕和戏 我们教堂上都有注 这两族人呀 未必担心呢 这个晋公子崇尔 做了这个晋猴之后呀 会这个压迫他们 会欺凌或者侵害他们 因为之前他们有对这个 崇尔不利的这个事情 做过对崇尔不利的事情 于是呢 他们就想先下手为强 是吧 将焚公公而视晋猴 这个宫呢 也是很熟悉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宫都是 就是一般意义上指的 这个房屋 是吧 房室 就要把这个晋宫 或者是这个 你看这里 或者称宫 或者称这个晋猴 是吧 将要把那个晋国国君的 这个房屋呀 给焚烧掉啊 并且呢 来这个 试杀 晋文公 崇尔 试就是下 下沙上 紫沙妇 这都叫试 是吧 陈沙君 四伦批 请见 这时候呢 就有这个四伦批 这个人 请求这个国君 来这个接见他 请求进见国君 四伦批 批是这个人的这个私名 前面的四伦 是他的身份 是吧 就是他是这个 四伦就是宦官 他的身份是宦官 他的私名叫批 这个也算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就是这个 上古汉语里面 那个很常见的一种 大名加小名 或者大名冠小名 这样的一种 一种格式 于若在古书 一役举例里面提出来的 大名冠小名 前面的四伦 就是大名 批是小名 是吧 这个人呢 请求那个国君接见 但是公使让之 且辞严 晋猴呀 也就是从尔 却让之 却责备他 且辞严 并且进行了拒绝 辞事拒绝 这个严呢 指代的当成就是四伦批 却拒绝他 那么为什么呢 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蒲城之意 军命一速 辱极致 说那个当时 我逃亡的时候 一开始逃亡到蒲城 在蒲城那里打了一仗 是吧 在蒲城打那一仗的时候 这个国君 当时的国君命令你 一宿 这个当然读一宿也是可以的 就是一宿指的就是住一宿就到达 这叫移宿 就是只住宿一次 也就顶多是占两个白田 是吧 国君命令你 只住宿一次 晚上住宿一次 如极致 你可好 你那个马上就到了 是吧 你到的比国君命令的还快 说其后鱼从敌军 以田卫兵 之后呢 我呢又又 就是从而就进一步流亡 到了敌那里去 是吧 我呢来跟随这个敌军 在这个卫兵这里 那个田列 如为会公来求杀鱼 你又那个来替这个会公 当时的国君是会公 来那个 来想办法来 来杀掉我是吧 来谋杀我 命辱三宿 让你 给你的条件就是 你住宿三次 可以那个到就可以了 然后说 如中宿之 你呢 那个只住了 这个两晚上 只过了两夜就到了 就是还是比国君命令的快 非有军命 何其宿业 即便是国君 有命令于你 即便是有国君的这个命令 何其宿业 你为什么这个 这个跑得这么快 是吧 你为什么一心就是想着 来把我干掉 把我杀掉 是吧 服驱 服驱有待 这个驱指的就是这个袖子 或者是袖口 袖子或者袖口 就当时呀 你跑得这么快 来杀我 弄得我措手不及 这个当时呢 可能在 在这个动乱里面 然后从而的这个袖子呀 就被被被斩了 斩削下来 那么你斩削下来的 我的那个袖子 现在还在 就是我还留着证物呢 是吧 辱骑行虎 这个这个骑呢 这是是表示 表示其实的语气 是个语气复死 你还是 你还是赶紧 那个赶紧走吧 我不想见你 说了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40P这个当年呀 非常好的啊 就是这个好的不得了的执行了这个军命啊 那现在从而呢 对他这个记仇 说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着急要要杀我 是吧 然后40P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啊 对于成为君之入也 其知之以 为 为本来是说的意思 这个有时候呢 后来进一步引申 又有认为 或者是以为的意思 以为 说我以为啊 君之入也 就是我以为国君 你 现在这个进入到 或者回到晋国 这个极乐君位 其知之以 这个知指代的应该就是 做国君的这个道理 是吧 为君之道 你应该已经懂得为君之道了 是吧 若由未也 又将棘难 如果你还不懂得前面这个知 若由未也 相当于若由未知 如果你还不真正懂得为君之道 又将棘难 你还会再次棘难 其实前面我们讲过了 就是从字面上讲 就是被灾难赶上 是吧 你还会再次遭遇灾难 君命无二 古之之也 这个这个君命啊 国君的命令 是是说一不二的 这是古代的 符合古代的理智的 除君之物 唯利是是 如果是除去国君所厌恶 所讨厌的东西 或者人或者是是 唯利是是 这很显然是一个那个兵与前之句 是吧 唯利是是 就相当于是 唯事利 是吧 相当于唯事利 那么 这个就是用事 来做标记 把这个利 把事的兵与利 提到了前面去 是兵与前之 前面的这个唯 是加强语气的 加强语气 唯事利 就是说 完全 只是看自己的利器 是吧 表面的意思 就是只是看自己的利器 意思就是说 自己有多大利器 就使多大利器 是吧 凡是国君命令的 只要是国君命令的 来去除国君所厌恶的东西 有多大利 就使多大利 也就是说 一定会竭力而为 下面说 仆人敌人 愚和有焉 对于你刚才所讲的 这个仆人和这个敌人 愚和有焉 和有呀 有时候就是在古书里面 也是很常见的 左传里面用的也非常多 这个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意义 在这里就是和有 有什么 有什么 对我来说有什么 就仆人和敌人 对我来说有什么呢 今君即位 其无仆敌虎 说现在您那个极了军位 大概也也不会去管 这个心里也不会去想 这个仆和敌了 是吧 这个跟前面那句话 是相对而言的 在下面说 齐桓宫自社沟 自社沟 这个故事啊 我们应该都是知道的 是吧 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 一个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当时这个齐桓宫 这个回国 这个旧军位的时候 当时就是齐桓宫 就是公子小白 是吧 跟那个 跟公子举 他们两个人 这个这个 争着回国 当时呢 这个管仲 管仲呢 为了不让他 马上回国 来来这个 这个争夺军位 所以呢 就用那个 用剑来射 来射这个齐桓宫 是吧 但是呢 没有射中 齐桓宫这个人 只是射中了 他身上的带钩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带上的那个带钩 所谓的射钩 这就是射钩 射到带钩的这个故事 齐桓宫置射钩 齐桓宫把管仲 射中他的带钩的这个事情 置 这里是放下 置是放下的意思 是吧 放下 我们看那个古书里面 置有时候表示的是 把什么东西 放在那里 有时候只能又是把它放 把什么东西放下 就是如果从这个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被放下 它放在那里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有了 有了一个东西 就有建立 建立 或者是这个设立的意思 是吧 如果是从这个人的手的角度来看 你把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了 对于你的手 对于这个人来讲 东西呢 就被你抛弃了 所以有时候就有气质的意思 这里这个齐桓宫置射钩 就是齐桓宫把这个 当年管仲射中他的代沟这个事情 给放下了 或者给放弃了 舍弃了 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不在意这个事情 是吧 管仲虽然射中了齐桓宫的代沟 但是呢 管仲 那个齐桓宫仍然让他来做了自己的相 因为那个管仲呢 比这个他自己的师父抱树芽 更有才能 是吧 所以君若易之何辱命远 就是之前呀 古人 前面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比较好的 就是谁贤能就来任用谁 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 君若易之 这个之指在的就是前面这种做法 现在国君您 假如假如您来改变这种做法的话 何辱命远 你要想改变这种做法 就是说 只要前面跟你有仇的 你就报仇 是吧 那就是像齐桓宫那样 就是干脆把那个管仲杀了 何辱命远 如果是要 要来报复我的话 何辱 辱是一个表情负词 是屈尊 屈尊或者是受辱的意思 就是我何必 让您来屈尊呢 就是我何必让你那个什么 我自己也就早就自杀了 你要想复仇的话 我自己根本不需要你来下命令 行者慎重 起为行臣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行者就是走的人 离开的人 那么离开晋国的人 离开你身边的这样的人 就会非常之多 起为行臣 难道仅仅是一些 需要进一步的报复的时候 用以刑法的一些臣子吗 就是说不只是那些 你要报复的人要走 那由于你这样 不行军道 就是说不是任人危险 那么很多人都会离开 是说这样的意思 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之前对你不利 但是当时我也是执行军命 现在你如果是因为我之前对你不利 反而要对我进行报复的话 那么也会影响其余的人 前面这些话大概就是靠一些人传话传过去的 所以公见之 以难告 于是从而觉得他说的非常对 于是就接见了他 并且以难告 这个四人批其实请见 前面说四人批请见 他请见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是一个忠君之士 他之前忠于他前面的国君 现在这个从而做了禁侯 他实际上是要忠于从而 忠于这个禁文公 以难告 这前后都有省略 公见之 之指在的是四人批 然后四人批以难告禁侯 相对于我下面补的这个 前后都有省略 这个我们一定要补读这个省略 才能仔细的玩味 这个前后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就四人批就以 这个刚才说的 就是前面这一句 这个吕戏未必将 焚公公而视禁侯 这样的这个 马上要面临的这个灾难 四人批就把这个事情来告诉了禁侯 所以下面禁侯才有了准备 才没有被人谋害 下面三月禁侯浅会秦伯与王城 这个浅 浅就是 本来这个浅指的就是在水面之下 是吧 后来隐身指秘密的 悄悄的 就是非正式的 不在表面上 秘密的 三月的时候 这个禁侯就秘密的跟秦伯 在这个王城这个地方来 这个会见 来会晤 会晤当然是有作用的 下面就能看到了 说极筹会 极筹会 会就是指的是一个月的那个最后一天 一般一个月三十天的话 那就是三十日 是吧 这个会朔 朔是一个月的第一日 会呢就是第三十日 会本来指的就是阴会 是吧 到了一个月的三十日的时候 这个这个月相 月亮就是完全是是没有的 就是昏暗 是吧 极筹那天是这一个月的 这个三月的最后一天 说公公火 那个禁侯的 这个公室 就是他的他的这个房屋 果然这个这个有火灾 发生了火灾 这个火就是动词 着火 下面说 辖身 戏锐 不获公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那两族 这个吕和戏 因为他们之前啊 对这个崇尔不利 后来担心崇尔即位之后 对他们不利 所以想先动手 结果呢 这一次呢 他放火放城了 但是这个 由于禁侯先前获得了40P的这样的消息 是吧 所以他不获公 没有抓到这个这个禁侯 乃如何上 于是只好就跑到那个黄河 黄河边上去 说秦伯诱而杀之 因为之前这个禁侯早就跟秦伯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了 是吧 所以正好就借用了这个秦木公的这个力量 诱而杀之 来这个引诱他们 并且最终的把他们 把这两个人给杀掉 下面说 禁侯逆夫人迎世已归 秦伯宋位于晋三千人 时济刚之谱 那么这样国事出定 就是禁文公正式的回国做了这个君主 所以呢 他也感谢这个秦国对他的帮助 是吧 当然他这里重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继续把前面的那个秦敬之好 把它把它做好 因为他之前已经娶了这个秦木公的女儿 这个迎世 是吧 娶了那个怀迎 是吧 娶了怀迎 所以呢 他就 大概当时这个家世仍然在秦国 所以呢 他这个把禁国弄委定了之后 禁国巩固了之后 就迎 逆是迎的意思 是吧 就把这个夫人迎世从秦国迎了回来 同时这个秦伯来送的这个算是 陪嫁也吧 或者算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 附加的一些这个好处 是吧 秦伯 秦木公 就送位于禁 送给这个禁国 位 位指的就是护位的人 护位 送给他护位 三千人 时 济刚之谱 时是充实的意思 充实或者充热 充实或者充热 济和刚 这两个字我们那个很明显都能看到 这个都是从这个所谓的角字旁的 是吧 从密的啊 那么记呢 本来指的就是私旅的头绪 移树丝的那个头绪 刚呢 指的是这个鱼网 撒鱼网的时候 这个提鱼网的那个总绳 提网的总绳叫刚 所以这个后来这个 他都表示这个有头绪的 这个有刚领性的 这个能提刚切领的 这样这样的这个思绪 是吧 因此这个记和刚 经常那个在一起联用 是这个同一联用 后来凝固成了一个词 后来凝固成了一个词 就是祭刚或者是刚祭 是吧 刚祭有时候指这个礼法 常法等等 进一步隐身 那么这里的这个祭刚呢 指的就是领头的 起统领作用的 这样的仆仆 就是专门给他送了这个 三千护卫 来作为这个 仆人里面的统领 是吧 这样其实也是巩固这个 从而的这个统治的一种一种方式 是吧 这些人因为是是秦穆公帮助 这个靳文公即位 那么秦穆公送来这些人 相对可能比比这个 靳国原来公事里面的那些人 要要可靠一些 但是 好下面讲的是这个 树头须的故事 树头须的故事 说出靳猴之树 头须 守葬者也 说当初呀 靳猴 这里的靳猴 还是指的是靳文公 是吧 这个靳文公呀 有一个这个树 树就是小官吏 小官吏 有一个小的小的官吏 叫头须 当然这个靳猴 指前面的靳猴也可以 就是为国君来做小官吏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官 小官 叫头须 守葬者也 他是这个来守卫 保藏的人 守卫财物的人 或者是福库 这个藏 藏本来是藏 收藏的意思 是吧 如果把东西 收藏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藏 那就是保库 或者福库的意思 具体所收藏的东西 也叫藏 就是财物 是吧 那么这个人呢 是这个守卫财物的 一个小小管理 其初也 窃藏以逃 窃藏以逃 这个其初也 这里的这个其初 其指代的应该是谁啊 他应该指代的 就是这个崇尔 是吧 崇尔出了晋国 他去逃亡 就是在崇尔呀 崇尔出晋 逃亡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一段时间里 窃藏以逃 那么这个头须啊 就偷了那个一些财物 然后然后然后逃跑了 逃亡了 并且呢 禁用以求纳之 什么意思呢 就把这些财物呀 都散进了 都用了 用在什么地方呢 来以求纳之 来寻求 来这个想办法 把这个崇尔 迎回晋国 来做国君 是吧 这个纳之 还是跟刚才那个 那个纳之是一样的 来把它 就是目的是 偷了一些这个财物 虽然偷的是国家的财物 但是目的是要把那个 来资助崇尔 让他在外能够资助他 让他拿着这些 用这些资财 最后能够最终回到晋国 来做国君 急入求见 等到那个崇尔呀 真正回了入 入就是入晋国 是吧 真正回了晋国 来做了国君的时候 求见 也是求这个 求见国君 公辞烟以目 这个 晋侯呀 辞烟 烟指代的就是这个 头须 这个晋侯就 拒绝了他 用什么来 什么理由来拒绝呢 以目 目是指的什么意思呀 目就是洗头 目是洗头 就是这个 国君呢 就以这个正在洗头 这样的理由 来拒绝他 来拒绝他 好 这一个头须也说了一段 很有名的话 这段话呢 跟前面 四零批说的那句话 一样有利 于是这个 这个头须 由于不得见 于是就 为蒲林约 就对那个 那个蒲林传话 让蒲林来传话 说 穆则心腹 心腹的土反 一无不得见 说那个 国君说他在洗头 是吧 那么洗头的时候 你必然是面朝下 然后这个上半身 头和上半身 都要清下去 是吧 清下去之后 人的心也会随着 也要富下去 心本来是直面面 这个朝前的 那么你这样趴下去之后 心就翻腹了 就翻倒了 是吧 就是面朝下了 心的面就朝下了 讲了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洗头的话 心就翻倒了 心腹的土反 心翻倒了 就是想要反过来 说一无不得见 那就是说 国君的心 实际上是变化了 是反了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能够被国君接见 也就是很合理的了 是吧 疑就是合适合理 疑无不得见也 相当于是 无不得见也疑 是吧 我不能够被国君接见 也就是很合适 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的了 就是原因就在于 国君的心已经变了 说居者为 居者为设计之手 行者为雷蟹 为那个机械之仆 其一可也 何必对居者 就是居者和那个后面的行者 居者指的就是留在晋国的 或者是没有跟随 这个从而出王的那些人 行者呢 就指的是跟随他来走的人 这个机械之仆 刚才我们说那个紫范的时候 他自己说副机械 是吧 跟那是一样的 就是留在 留守的人 来为设计之手 来做设计的这个守卫 那么行者跟从的人呢 来做那个随从的这个奴仆 是吧 其意可以 这两者呀 都是可以的 是吧 都是一样的 何必对居者 你何必单单纯的 就是对我们这些这个留守的人 就那个 就不好呢 国君而愁匹夫 居者慎重矣 我不过就是一介匹夫 是吧 那么 如果是作为国君 却仇视 这个仇呢 跟我们现在一般用的 那个仇灵的仇 在一定的意义上 是相通用的 是吧 作为国君却仇视 这个普通的啊 就是像我们这种居守者 这样的留守的人 拒者慎重矣 这样的话 害怕国君的 或者害怕你这样做的人啊 就会非常多了 也就是说 这样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是吧 那么从从尔这个人呢 大概一开始不想见这个 这个树头须 就是因为是 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前来领赏的人 是吧 就可能是一个小人 但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 头须说明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看来这个从尔 还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 是吧 所以呢 就仆人已告 功聚见之 这个仆人就把这个话 转告给了这个 晋侯 那么晋侯 晋文功 聚见之 就马上立刻 然后赶紧的来 来接见 知 指代的就是这个头须 下面又是 又是另一个故事 第十六段和第十七段 分别是 又是两个故事 涉及到的是 那个这个 纪尾等人的故事 敌人归 纪尾于晋 而请其二子 这个 后面这句也有一个省略 就是说 敌人呀 因为当时 从尔流亡到敌的时候 是吧 这个曾经取了这个纪尾 然后那个 并且生了两个儿子 是吧 那么现在呢 由于这个晋文功 已经回国即位了 那么这个 彻底的形势比较稳定了 那么敌人呢 就把纪尾来送回到晋国 同时呢 由于还有两个儿子 是吧 那么晋国呢 而请其二子 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晋国呢 也来继续请求纪尾 所生的那两个儿子 让他们也回到晋国 所以这里前面省略的是一个 是晋 晋国 就我们独走卵 经常会碰到 这么很多省略的地方 要弄明白省略的 这个一般是省略的 都是很多都是师事 或者是后面要说明的 这个对象 要弄明白是谁 才能搞清文艺 下面说文功 弃 赵崔 这个晋侯 晋文功呀 就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这个赵崔 这个 弃 就是古读 以前都读成弃了 弃就是嫁女 一般就是嫁女 把女儿嫁给什么人 生 圆童平阔 这个楼鹰 生了这几个人 赵基 这里的赵基 就指的是晋文功的女儿 就是晋文功当时 嫁给赵崔的这个女子 就是赵基 他的女儿赵基 是吧 然后生了三个孩子 现在赵基 请义 顿与其母 我们知道当时 从而流亡到 敌 敌地的时候 除了他自己 取了纪尾 然后赵崔 还取了敌林的书尾 也在敌那里 生了赵盾 现在赵基 请义顿与其母 就是请求来 把赵盾 跟他的敌族的母亲 就是书尾 也都迎接回来 子于词 这个子于 就是前面赵崔的字 是吧 这个崔实际上 就是衰子 衰微了之后 你剩的东西 就是剩余 所以这个名和字之间 是有关系的 是吧 子于就是赵崔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晋文功 把他的女儿赵基 新嫁给赵崔 也就是赵崔 他的现在的妻子 是赵基 赵基也生了三个儿子 但是赵基这个人 比较仁义 他呢还是说 对这个赵崔说呀 你还是把你之前 在敌帝的那个妻子 以及你的儿子赵盾 把他们接回来吧 是吧 毕竟那也是你的 这个比较 之前的这个妻子 还有孩子 是吧 子于词 赵崔这个没同意 基曰 得宠而忘救 何以使人必逆之 这个赵基还是 很深明大意的 于是就说 得宠而忘救 何以使人 你现在得宠了 就忘了忘掉了救人 你以后怎么样来 来这个使令别离呢 是吧 必逆之 一定要要 要把这个 把他们接回来 顾情许之 就是这个 执意的来 来请求这么来做 于是这个赵崔 就就答应了他 来 以顿为财 顾情于公 以为嫡子 那么这个 把这个赵盾母子 接回来之后呢 就这个赵基 又以顿为财 是吧 认为这个赵盾 有财能 顾情于公 就屡次地向他父亲来 来这个请示 以为嫡子 然后让他来做了这个赵家 赵崔这一族 这一支的嫡子 是吧 嫡长子 而使其三子下之 让他自己亲生的这三个儿子 就是袁同平阔和楼英 来这个下之 来居于他的这个下面 就是他是嫡子 那么他们作为这个 这个树子 是吧 以书伟为内子 而己下之 就是以那个在赵崔先取的那个妻子 叫书伟的 敌人的这个书伟 来做内子 内子就是正妻 或者是嫡妻 让他来做嫡妻 而己下之 自己来 在他之下 来服侍他 这是这个赵基 赵基跟赵崔的这一段故事 这个大概都是 以前 传统上都是讲的 比较赞赏的 包括前面的这个四人批 前面的这个 这个头须 这里的这个赵基 以及下面的这个戒指推 或者戒指推 都是古人 十分推崇的 这个大人大义的 这个 中仁义 这是 最后的这一段 就是也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戒指推不言录的故事 戒指推不言录 这个我们 因为文字不是特别难 我们比较快的来看一下 说这个 静虎赏同王者 戒指推不言录 录以伏及 就是静虎 这个回国之后 来封赏那些 跟随着他一起来逃亡的 这样的人 是吧 同王者 这个者的结构 我们也很清楚了 戒指推不言录 录以伏及 戒指推这个人 没有谈论 这个奉录的问题 录以伏及 这个奉录 也没有伏及 本字面上说 没有改得上他 也就是 也没有给予他 这个奉录 戒指推在有的书里面 也叫戒指推 还有的叫戒推 这个中间的支 大概就是一个 普通的结构助词 表示 字面上说 就是戒的推 也就是可能是 表示的是 戒这一族的 叫推的人 这个 最新的研究 跟以前的研究 可能有一些差别 那么推曰 现功之子九人 为君在矣 惠怀无亲 外内弃之 这个就是戒指推说 说现功的儿子 亲生的儿子 一共有九个人 这是对靖侯说的 为君在矣 现在只有国君宁 一个人在了 后面的这个矣 表示对情况的一种说明 这个情况是发生了变化的 之前有九子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了 是一种变化 所以可以用矣 惠怀无亲 外内弃之 前面的这个惠公和怀公 他们都没有亲近的人 所以外内弃之 在靖国内部外部 都抛弃他们 所以最终他们都被 都没有做很长时间的国君 但是天位绝境 必将有主 上天不会让靖的祭祀 断绝 不会让靖的国脉断绝 一定会让他有一个主 来主持祭祀的这么一个人 主进祀者非君而谁 那么能够主持靖国的祭祀 绵延国舵的 那么除了你 你还能是谁 天时制止 而二三子以为己利 不亦乌虎 这个天时制止 这里就是舍利树利的意思 刚才说的那个制舍勾 那个是舍弃的意思 所以这个制就是舍弃的意思 古灵有时候不了解 这个词异的隐身的情况 就认为这个制 既可以表示舍弃 又可以表示放弃 那就是好像是有相反的意思 实际上不是那个情况 不是那样的 就是并不是说一个这个词 它就就就怎么 当然两个意思 的确是有有这个 有一定的相反的因素 是吧 这里就是树立设立 这个词呢是表示强调语气的 说是实际上是上天 要来树立您来做做国君 是吧 是上天的这个这个意志 但是呢二三子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这样一些人 却把这当做我们自己的 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而造成的 是吧 不亦乌乎 这个乌呢 这里是欺骗的意思 按照说文的解释说 说文说乌加也 乌加也 加指的就是你在 在这个事实上面再加东西 你加了东西之后呀 就是这个事实就不真实了 是吧 所以乌本来表示的是不真实的意思 不真实呢 进一步隐身 也就是欺骗 用不真实的话来说就是欺骗 说欺凌之财 尤为之道 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 就是说偷别人的东西 就尚且要称作道 是吧 那么更何况是贪 贪天之功以为己利 就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出来的 说下意其罪 上上其奸 上下相蒙 难于除以 如果是在下的人 以为自己做的是符合道义的是对的 那么在上的人呢 却封赏那些奸 奸凌之人 上下相蒙 这样上下相互欺骗 难于除以 最终这个俊天就很难在一起共事了 这一个尖字 尖 这里是邪恶的意思 邪恶 奸邪的意思 也就是前面的二三子 如果那样做的话 贪天之功以为己利的这样的行为 那么如果按照说文的这个说法 这个就是在繁体文美里面的两个尖子 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三个女的这个尖子呢 表示的是这个贪私 就是这个邪恶的意思 偏私邪恶的意思 那么这个尖呢 是奸淫 表示男女私痛的意思 当然有时候还可以表示干犯的干 那一个词 这个是按照说文的说法是有区别的 后面的这个戒指推跟她的母亲的对话 就是说是她母亲就说 何以求之 何就是何不的何因 你何不 也多少求一些这个愤怒呢 以死谁对 你因为这样得罪了国君 然后这个因此而死 谁对 对就是怨恨的意思 你又怨恨谁呢 然后她的回答说 犹而笑之罪又甚也 犹指的就是犯过错 就是有过错 你还要去模仿笑法他 罪又甚也 就本来这个就有过错了 然后你还要去笑法他 那这样的罪过就又更大了一些 写出怨言不识其识 而且我前面已经跟国君说了一些怨言 所以我不能够吃她的食物 也就是不能够接受她的愤怒 其母曰一时知之若何 你也多少让她知道你这个心意怎么样呢 对于言身之文也 回答说言语是人的身体的文士 就是言语是要来对人进行装饰的 那么身将饮言用文字 我现在我这个本人我都要归饮了 我还要用这个言语来文是什么呢 就是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个名声了 就是靖侯他理解我也罢 不理解也罢 我无所谓了 我不用这个言去文字了 是求显影 如果是继续说的话 那还是要寻求显达 还是想让靖侯来认为我好 来理解我 其母曰能如是乎语如邪饮 她的母亲说 这个情况能会是这样吗 语如邪饮 我跟你一起去归饮 非饮而死 于是他们就归饮了 然后最后这个 当然这个死其实后来也不知道了 就不复出现 靖侯求之不惑 以绵上为之田 曰以之无过且今善人 这句也很简单 这个志就是记的意思 来记录我的过错 且经善人 经是表彰的意思 本来是一种旗帜 这种旗帜有一种 可以号令士族前进 后来就表示 经是有鼓励表彰的意思 这是这一篇 后面就是靖文公回国之后 有这么一些故事 这里附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宋代的 有一个画家叫李唐 李唐一位画师 宫廷画师 他来画的这个靖文公 就是这个宠尔 靖宫的宠尔流亡的这个图 这个图现在不全 不全 画得非常好 藏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是从大都会博物馆的官网上下载的 大家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图 然后结合 当然他这个图 相关的内容 只画到靖文公归国即位那一段 就是大概是23年 西宫23年的故事 加24年这个出的故事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宋代人对这个左传里面 或者是这个以前流传的 从尔流亡的这个故事 他的理解 跟左传里面讲的是不是相同 而且旁边 这个都是当时的这个皇帝 把这个左传里面的原文 都是抄在旁边的 你都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 它是怎样反映 就这个画是怎样来反映 这个历史故事的 以及里面的一些这个文物制度 这个 比如用车 用马 方方面面的一些制度 这个公式的制度 就是宋人他所画的 是否符合 这个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 这个你可以来考察一下 来考察一下 是这样的几幅画 是很长的画卷 不全 就叫禁文公复国图 是这个宋代礼堂画的 此外呢 关于这个从尔流亡的这个故事 除了我们这里选的 左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在这个国语里面 在史记的晋世家里面 等等 以及其他后世的有一些书 甚至包括再后来 到了明清时期的一些 这个白话小说里面 是吧 那个里面也有 比如说这个东周列国志 是吧 里面也都有对这个的记载 大家呢 不妨就是找出其中的几篇来 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对照一下 就是它里面的用词用语 跟我们现在学的 这一篇这个左传里面 这一篇选文 有什么样的差别 是吧 包括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载 有什么样的差别 涉及到这个明物制度的时候 比如这幅画 画里面所画的 跟我们所讲的 或者是春秋时期 应该具有的那样的文物制度 或者是礼仪制度 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视野 是一个很好的拓展 希望大家呢 就是感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去做一下这样的工作 发现问题的话 还可以就有些问题 来专门的来写一下 好 这堂课就上到这里